原容医疗体系医院 改念锦销同仁平时执行任务辛劳 为了保障他们的健康 从即日起到12月31日止 免费提供锦销人员 人工智慧补助低剂量 电脑断层肺癌筛检名额 呼吁锦销弟兄多多善用资源 踊跃参加筛检 这个消防以及我们的警察同仁 来做这个免费的一个筛检 那这个费用平均一个人 大概要需要到7000块钱 那透过我们现在新的科技 我相信对于我们这些长期 暴露在这个高危险群的 警察同仁也好 消防同仁也好 是个非常好的一个保障 而且我想他们是人民的保姆 他们为大家来做事 保护我们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我觉得他们非常值得尊敬 非常值得我们来支持他们的健康 所以我们今年就针对全县的警察 跟消防的同仁 来推动这样的免费的筛检 警消的职业工作长期暴露在高风险环境中 圆融医院使用世界级AI肺部断层扫描影像 辅助判读系统 免费帮警消弟兄做肺部检查 希望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照顾他们的健康 戒烟真的可以让我们身体越来越好 越来越强壮 而且戒烟也不会影响到下一代的支气管 甚至任何的器官 在这边再次的呼吟一下 也希望你们大家共同来响应 活动也邀请艺人秦阳出席戒烟代言 呼吁所有的瘾君子 尽早戒烟 可避免让下一代感染支气管等呼吸气管疾病 公益频道张华允 圆林采访报道